胸十二锥体压缩性骨折怎样康复? 炎亮副主任医师 胸十二锥体属于人体的脊柱的胸腰段 这个人体的脊柱的胸腰段 是胸椎和腰椎的交界阶段 是比较容易因为外界的因素造成骨折的 所以说胸十二骨折在临床上是 脊柱骨折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或者一个部位 对于胸十二骨折呢 它因为人群的年龄因素不同 致病因素不同 所采取的治疗方案和措施也是有所不同的 对于一个年轻人轻微的外伤 造成的椎体的一个单纯压缩骨折 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卧床休息六到八周 然后织据辅助下活动 达到这个治疗椎体骨折的目的 对于一个重度暴力伤 造成的椎体的爆裂骨折的情况下 同时比如说患者伴有了这种神经症状 那我们首选的治疗方式应该是要解除神经压迫 进行椎体的复卫 同时要进行内固定的脊柱的重建 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对于老年性的患者 如果患者是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 再加上轻微的外伤 造成的椎体骨折 对于这一类的患者 我们可以采取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微创的途径 通过灌注骨水泥 达到椎体强化的目的 来治疗患者的急患 熊石二椎体压缩骨折 对于采取保守治疗的患者来说 首先我们要足够长的时间进行卧床休息 避免早下地早活动 当患者卧床六到八周以后 可以在椎具辅助下 适当的下地活动 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个对于进行过手术治疗的患者 我们要根据他手术方式 包括他手术当中采取的固定的方式 或者是椎体强化的方式的不同 在手术以后的康复过程中也会有所差别 患者的表现主要是 能够下床活动的时间 包括下地行走的时间上会有差别 对于比如说一个爆裂骨折的患者 我们要求患者是在椎具辅助下活动 三个月以后复查的情况下 如果椎体骨折愈合良好 可以卸掉椎具 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生活 对于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的患者呢 我们通常是允许患者在手术后的第二天 就可以在椎具辅助下下地活动 专家提示 一 胸十二椎体属于人体脊柱的胸腰段 比较容易造成骨折 二 年轻人轻微外伤造成的椎体 单纯压缩骨折 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卧床休息 六至八周后 在椎具辅助下活动 三 重度暴力伤造成的椎体暴裂骨折 且伴有神经症状 要解除神经压迫 进行椎体的复卫 脊柱重建 四 老年性患者 如果是骨质疏松的原因 加轻微外伤 可以采取微创灌注骨水泥强化椎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